按道理来说双胞胎本来特高兴 有了它之后你身上就挺有负担的嘛 压力非常大 心里压力大 年纪轻轻的 然后从此这个身上的负担就挺重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你得一直照看着它们 后来怎么把这个事给适应 因为近期它很坚强 就是你比方说灌药吧 吃药吧 因为它从小不是不好吗 经常发烧 发高烧 就是它不像别的孩子 它吃药它难灌 它不那么难 坐在旁边的时候就说 那近期你把药喝了吧 你喝了就不生病了 你喝了我们就不经常这样发生了 不经常跑医院了 我经常在耳边这样给它嘟囊 我这样说给它之后 它就开始张开嘴 就这样给它喝 慢慢的时间长了 它就自己能喝了也不哭 你像平常它自己穿衣服什么的 穿鞋的都不需要我去给它穿 自己去做去 就假如它喝水 那桌子的水放得再高再远 它自己去拿 自己拽一个凳子 就去拿水 然后上厕所也是 自己开灯 自己上厕所 就因为这些坚强 所以我就想想也不后悔 你们就两个女儿啊 我们还有一个儿子 等于生不完他俩又生了一个 对 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 那个是属于正常怀孕 对 你为什么会又再想着生一个呢 那个是意外怀孕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 生不完吧 对 不是故意要的 就是但是行的旌旗 可能是这种情况吧 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吧 那会不会在生活当中 对于三个孩子特别偏爱他 我稍微偏爱他 我来说差不多吧 但是他比较费心的 你像他现在吃饭 他牙齿 后边牙齿都掉了嘛 前面也掉了 然后就吃饭比较费心 就是得给他弄软一点 不像正常孩子吃得那么快 他笑二郎腿了 他还笑二郎腿了 这是国庆了 这是国庆了 今天这位女嘉宾呢 作为孩儿妈妈画的都是小动物 充分说明了她对孩子的爱心 整幅画当中只有一片云 云代表烦恼 但是只是一片云 说明对生活 对孩子 对未来都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但是呢 提醒画动物的大人 说明在逃避生活 所以提醒他 要多带着孩子和外界交流 让孩子和他融入到生活当中 今天是你的心愿是吗 是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带孩子们去旅行 来 请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因为大夫就是给我说的 近期情况不好嘛 不知道能活到几岁嘛 所以我想 我想带他出去走一走 转一转 让他多接触点东西 多看一下外边的环境 有没有什么好的转变 你们俩生了孩子之后 应该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对 因为本身他这种情况 他就对我俩来说就是一种心结 然后吧 就是受外界的眼光也比较多 别的小朋友见了他都会说他 你怎么这么小 你怎么这么小 他自己在他心里就会有一个人隐忧 每次就是过来就说 爸爸这个小朋友又说我小了 其实他每次说的时候 我心里也特不舒服 我就会说 我说 你好好吃饭听话 慢慢你会长得比他会高 实际上我自己心里知道 他已经就这样了 医生他说你这个孩子就是 不要抱抱有太大的希望 但是我从来不会放弃 我依然还会 争取给他最好的生活 这个人 感谢观看